说说爱与理想的故事 在台南听见世界 也让世界看见台南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来到台南听听看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我们的频道 北部地区是FM90.1 台北健康 苗栗地区是FM98.3 大苗栗广播 中部地区是FM98.3 FM92.9 城市广播 台南地区是FM97.1 台南之音 台南听听看 总共制作60集 在这60集里头 我们从台南一个城市出发 介绍有关台南的文学 美学 建筑 美食 以及许多爱与理想的故事 我们希望把这些 充满爱与理想 所足梦愿望的过程与故事 分享给全国及海内外 各位的听众 也希望借着这些故事 带入您的生活中 与您的好生活相遇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非常非常在地的一个主题 逛市场 其实对台南来讲 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台南厨房 因为你在台南看到 喜欢吃食物的新鲜 喜欢雨货量的新鲜 每天你都得从市场里去寻的 所以对台南人来讲 逛市场 市场是很多家庭主妇的必要工作 即便我们的工商业社会这么样的忙碌 白天的时候 如果您来不及到早上市场 下午的时候 其实黄昏市场也是 捷铃彼次的到处都是 台南人喜欢吃新鲜的食物 所以市场就变成 一定必得要热闹存在的地方 如果您要真的走进离台南 其实呢 市场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发现台南的地方 那台南的市场呢 总共有四个市场非常重要 一个是东市场 另外一个是大市场 就是我们讲的 大菜企业卖布的 然后另外有一个是 水仙沟市场 还有一个是压母聊市场 当然我们知道最近呢 台南也有蛮多朋友 也喜欢去保安市场 因为那个有冷气 给你感觉逛起来很清爽 可是啊 你想想看 市场它原本呢 就是一个没有空调的所在 热恶落落的人群 然后呢 慈禧彼落的 许许多的商家 吆喝的它最好的一个产品 市场永远都是 感觉充满活力 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台南市北区的李黄鑫的区长 说起李区长其实很特别 我们从来不觉得他是个官 他是个朋友 真的倒比较像 因为呢 区长常常跟我们一起学陶啊 一起上金刚经啊 或者一起呢 学画画呀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勤勉的区长 从他在善化当区长的时候 他有一件事情 就真正感动到我了 他有一次告诉我说 美小老师您认得沈光文吗 我说我当然知道 他说可是我到善化 我发现沈光文这三个字 应该让善化更多的阿公阿嬷 跟在地的朋友认识 所以呢 他邀请我去给阿公阿嬷 上的六堂沈光文 其实那是一个很艰难的课程 因为要阿公阿嬷 走入那种古典的诗句里头 并不容易 我就真的蛮感谢 在这六堂中 我们台南有一位 怀莫哉的洪国华老师 希望能够引起阿公阿嬷的兴趣 真的把沈光文的诗 画成画 分享给我们来上课的阿公阿嬷 我记得第六堂 我课程结束的时候 那个阿嬷抱着我 很激动的跟我说 哦老师 你有试试啦 我真的知道 我们家里想要叫做什么 沈光文的什么开文 然后诗安录等等的 原来这些都是跟沈光文有关 我从那一次里头 我很深的感触是 如果愿意 用行政的力量 在地用心 他一定可以让 在地的朋友看见 属于自己文化中 潜移默化 与自己生活存在的文化力量 那区长来到了北区 也做了很多的 北区的提借 包括北区有家匠文化 家匠文化 如以珍寿堂 它是我们台湾 所有家匠文化的取缘 区长也走到那里了 然后呢 有一天区长很兴奋地告诉我 哎美晓老师 压母聊一百年了 嗯 真是个理想数字 被区长看见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 这个区长呢 来跟我们谈谈 压母聊一百年 区长你好 美晓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这个压母聊 这个名字 看得很在地 啊不聊 那因为这个市场呢 以前我们都知道是 这个台南正北方最热闹的传统市场 当然区长您来了 也做了很多的深度的体检了 那我想请区长 可不可以简单的告诉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压母聊市场 它的历史 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那压母聊市场 我们听到压母聊三个字 其实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 它这边就是一个压子的一个集散地 那它一开始 在我们现在资料上记载 是从民国七年 它叫做民智分市场 到35年光复的时候改成光复市场 到96年顺应名义 又改回了压母聊市场 那其实这个市场 它的呈现是在三老爷公 前面对面的庙城 一条路上 慢慢的有市集进来 也就是说依着三老爷 三老爷这个公 然后依庙而生的市集集散地 那三老爷是谁 那三老爷 其实他所指的就是郑城宫 那相传郑城宫曾经在那个地方 有他的部将在那里驻扎过 了解 是 那所以 为什么叫三老爷 而不叫郑城宫庙呢 当时也就是为了逃避清朝人的耳目 跟日本人的耳目 所以把郑改成姓朱 他就是朱王爷 了解 那我知道 其实民间对一个汉朝政权的一个信仰 或是说我觉得对明朝政权的怀念 改朝换代之后 其实并不适合直呼其名 但是他们人要膜拜 所以因此呢 他就把郑城宫 以及他的部将 然后呢 树的一个 我们讲神像的树生之后 默默的膜拜 那如果有人问 那就是三老爷吗 事实上 真的 他其实就是 对过去政权的一种崇拜就对了 是是 那所以 当然 从 过去文化很多 就是从庙城文化开始 那从庙 前面这条路一直 延伸往南延伸下去的两侧 就开始慢慢有了市集的形成 那当时在跨过德庆溪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木板的桥 然后现在德庆溪已经看不见了 因为已经把它盖起来了 对 那德庆溪畔旁 就是养鸭人家的鸭子的集散地 所以以前应该有很多鸭子 就是两岸的河畔就对了 是是是是 所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来说明一下 台南市 它早期的时候 是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溪流 德安坑溪跟德庆溪 那到目前为止 这两条溪流还在台南的 那个我们讲很多的那桶溪下面 它是还在留着 是 所以在我们最近也同时 很多艺文界的朋友 也带了很多的高中生 做了德庆溪的体检跟调查 是台南一中的老师 带领他们去做 我们很希望做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其实一个城市有水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记得当时 我们看到德庆溪上面有那个盖子 大家想一想 这个活动该怎么讲呢 为了要让年轻人有动力 所以我们就掀起你的盖子来 那我相信让孩子看的水流是不错的 那当然讲到德庆溪 就一定会讲到 他最后留到这里的 这个鸭母寮市场了 现在目前是看不到了 因为没有水 没有鸭子了 可是历尽沧桑之后 这个鸭母寮具有古早 为这种四井小民的气息 所以因此很有意思 很亲切 那您怎么发现它是一百年了 那当然是来到北区之后 跟在地的一些朋友聊起了之后才发现 它刚好今年就满了一百年 那鸭母寮市场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庶民生活里面 整个都是统称的 那其实鸭母寮是在官方上面是有42个摊位 那其余的就是民间的私有的摊位 它叫一笔市场 了解 我知道就是说 也就是说以它最重要的一个市场核心 有42个摊位 然后呢 它大概也这样历经了误患心仪 然后呢 慢慢形成一个市场的市集到现在 那至于这一百个摊位 我知道区长后来呢 有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活动 至少让大家记得 一百年的意义是不容易的 市场体力一百年 一百年来成为很多庶民住在台南生活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磁场 那宜在这里呢 也生了很多很重要的百年老店 那这些百年老店都蛮值得去把它重新探讨 所以呢 因此在北区区长的领导下 事实上因应这鸭母寮一百年 举办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 让群众至少可以记住 一百年来对人来说是不简单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这个有意思的活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听区长来一一到来 一百年 我们可以做什么 二百年大便 一百年 一百年 我们去年